新冠死者突破10万 美国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并不乐观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取消2020年的波士顿马拉松 之所以说这个决定艰难 是因为这项比赛124年来都未曾取消过 波士顿马拉松诞生于1897年 上百年间即使面临战争和恐怖袭击 波士顿马拉松都坚持比赛 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在比赛中遭遇爆炸袭击 该起事件造成三人死亡 183人受伤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波士顿马拉松曾以军人接力赛的形式完成了比赛 即便是恐袭爆炸都不取消的波士顿马拉松 终究因美国疫情难逃停赛 此前为了保留124届比赛 波士顿运动协会在今年3月份做出决定 将赛事延期到9月14日举行 然而数月过去疫情却在全美蔓延 特朗普政府抗疫措施 让期待这些赛事的人失望了 位于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已是疫情重灾区之一 其确诊病例超1.2万例 死亡病例已有600余例 虽然暂停一项已有100多年传统的赛事 是巨大的遗憾 但基于对赛事参赛者 志愿者 观众以及工作人员负责的态度 波士顿市长沃尔什宣布了这一消息 在9月14日或今年任何时候取行 都是不负责任或者不现实的 取消已经举办百年的赛事 对于波士顿来说损失巨大 他们不得不退还所有参赛者的报名费 市长沃尔什表示 波士顿马拉松每年为这座城市 带来超2亿美元的收入 还为慈善机构筹集了3600万美元 现在他们不但少了2亿多的收入 还不得不为疫情防控拨款 政府的预算感受了压力 包括餐馆 中小企业等都需要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 目前美国的新冠死者已经超过10万 而根据专家所说 美国的疫情或许会缓慢发作 贯穿整个夏天 即便期间有多放缓 也不会出现急剧下降 在人们为之担忧之际 特朗普政府似乎并没有关注于疫情 他们只顾着四处甩锅 指责丝毫不反省自己的抗议失误 特朗普甚至还敢自夸 他的抗议措施阻止了更多人的死亡 不过也许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认识到 倘若继续如此 美国只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